如果光努力就有用 我们的父母不就早就是百万富翁了吗 真正的努力不是每天重复劳动十几个小时 而是提升思维 找准方向 找对方法后的坚持不懈 做人智商不高没关系 情商不高也不是大问题 重要的是格局一定要大 说白了就是 我可以不是很聪明 我也可以说自己不懂交际 但是一定要大气 不能说遇到一点点挫折就爬不起来了 别人说一两句坏话就在心里永远是个阴影 也不能总是今天抱怨这个明天恨那个的 这样做人的格局就显得太小了 别忘了胸怀是成功者的标志 把头抬起来 腰杆挺直了 穷也穷得有骨气 人虽穷但智不能穷 冻死迎风战 恶 else 不低头